狐狸和生病的狮子 兽王病了 他整天把身子全做一团 待在黑暗的山洞里 任何动物走到他身边 他就叹气 哼哼 发出微弱的疲倦的吼叫声 动物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往常狮子决定一切 现在它们担心做错事 不过最后它们一致同意 最好到洞里去探望它 如果它们都不去 它一定会生气的 而且它显然病得很重 即使想伤害它们也办不到了 动物一个一个的 有时是一小群一小群的 来到兽王的山洞 有些动物给狮子带些礼物 它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肉 或者是一束新鲜的药草 另外一些动物只是有礼貌地谈谈天气 动物不论大小都到洞里去过了 只有一个没去 狐狸 过了一些时候 狮子发现狐狸一直没来看它 就派柴去找狐狸 了解一下它为什么这般无礼 柴说 狐狸 狮王陛下对你非常不满意 它在洞里躺着 病逝沉重 而你却一直没去向它请安 你有什么理由做这样不成体统的事呢 狐狸认真地答道 柴 并不是我不想去看望大王 我跟别人一样尊敬它 我有几次走到洞口了 还带着最好的鸡肉呢 柴急切地问 怎么了 嗨 我到了那儿 发现一种是我非常害怕的情况 尽管我想见大王 我也不敢往前走了 我看见沙土上有很多脚印 各种动物的脚印 奇怪的是 这些脚印都是朝一个方向去的 都是朝洞里去的 没有出来的脚印 这种迹象 确实使我不得不好好的想一想啊 狐狐独的 狐独说得对 狮子根本没有病 而是想出了一个省事的办法 狮子平日捉来吃的动物 相信狮子 相信狮子虚弱 不会伤害他们 所以都到洞里去了 送了命 当了他下一顿饭 狐狐狐狸 狐狸说 所以我不能去拜见陛下 明白了吧